世界知名的第九交响曲 贝多芬 路德维希 范 贝多芬 1770年12月17日到1827年3月26日 得意制作曲家 钢琴演奏家 贝多芬上成古典乐派传统 下起浪漫乐派之风格与精神 在音乐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 1787年他带着科隆大主教的推荐信前往维也纳拜访莫扎特 据传莫扎特在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后说道 注意这位年轻人日后他会扬名天下 贝多芬一身饱受耳聋的折磨 1802年曾写下海利根施塔特一书 但最终选择反抗命运 继续完成其音乐上的事业 自1814年开始他的听力急剧下降 于是逐渐放弃了钢琴演奏和指挥 但却仍然坚持创作 贝多芬一身共创作了九部交响曲 三十六首钢琴奏名曲 十部小提琴奏名曲 十六首弦乐四重奏 一部歌剧及两部弥撒曲等等 这些作品无论是在曲式 和声以及肢体上都有重大创新 对音乐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汉字文化圈因此尊称贝多芬魏乐圣 贝多芬最著名的作品包括 第三交响曲英雄 第五交响曲命运 第六交响曲田园 第九交响曲合唱 悲创奏名曲和月光奏名曲等等 十至今日 第九交响曲 仍在世界文化界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演奏全曲须约一小时 该曲第四乐章部分以 欢乐颂知名成为欧洲联盟的官方盟歌 2003年交响乐的手稿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行 以330万美元的天价售出 印证了其价值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柏林国立图书馆收藏的 第九交响曲手稿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当中 想看更多更新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